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我們用動態規劃來求一個人力派遣的問題 假設我們是聯合國的 比如說WHO好了 經過WHO研究 因為我們知道非洲地區有衛生疾患比較差 所以他們那邊有一些可能的壽命不是那麼長 所以這個衛生組織想要派一些醫療團隊 去幫助這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來提升他們人民的壽命 經過這研究之後 現在聯合國有五個醫療團隊 這五個醫療團隊送去三個不一樣國家 來做醫療服務 這個表示什麼意思呢 這有三個國家 第一個國家、第二個國家、第三個國家 那他可以增加的 他可以增加的 每一千人他們增加的壽命是多少 那當然沒有派醫療團隊去 當然他就不會增加了 一定都是零 那這一的話代表是 假設我如果派一個醫療團隊到第一個國家去 那他可以增加的 每千人可以增加45個單位的壽命 那如果派一個醫療團隊去第二個國家呢 可以增加20個單位 派一個醫療團隊到第三個國家去 可以增加50個單位 那同樣道理 如果派遣兩個醫療團隊到第一個國家可以增加70 兩個醫療團隊到第二個國家可以增加45 兩個醫療團隊到第三個國家 那我可以增加的 被多出來的人 每千人增加出來的壽命是70 以此類推 假設你是一個領隊 那你要怎麼樣去分配 到底第一個國家要分配多少個醫療團隊 那第二個要分配多少 第三個要分配多少 可以讓這個被醫治的人 每千人的壽命是最多的 所以 這個問題是這樣 你要怎麼樣去做這個資源分配 你現在有五個醫療團隊 你要怎麼樣分配到這三個國家去 讓這個被醫治的人 他們所增加的壽命是最多的 那當然我們就是動態規劃 我們要先了解 那什麼是我們的State 什麼是我們的State 什麼我們的階段 我們階段是什麼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國家 兩個國家 三個國家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說 那這三個國家 Can be considered as free state 很自然的 有三個階段 我現在有一個團隊 所以我可能先 我帶來五個醫療團隊去 我可能到第一個國家 我可能給你幾個醫療團隊 然後我再飛到第二個國家去 給你幾個醫療團隊 然後再飛到第三個國家去 我再給你幾個醫療團隊 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就會 想說 那這個醫療團隊的國家 就是我們的State 那什麼是State 狀態是什麼 我們的狀態是什麼 我手上還有多少資源 resource 我手上還有資源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手上是有什麼 有五個醫療團隊 所以我有五個醫療團隊 在我身邊 那所以狀態是什麼 就是你身上還有 就是你 假設你想像你是 WHO的理事長或秘書長 你現在帶來五個醫療團隊 你現在先到第一個國家 那你決定要給他多少個醫療團隊 可以留在這邊做醫治 然後再飛到第二個國家去 然後再飛到第三個國家去 所以你的狀態是什麼 是你手上還有多少個醫療團隊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狀態 就是我們的狀態 好 那我們就是SN 是Number of teams still available for allocation to remaining countries 就是說SN 假設你要想像我現在是 假設WHO的秘書長 我現在帶來五個醫療團隊 所以SN狀態是什麼 就是我手邊還有多少個醫療團隊 所以就是Number of teams still available for KQ 所以S1 就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五個醫療團隊 我手邊是不是就五個 假設我是WHO的秘書長 所以我這邊有五個醫療團隊 好 那到了S2的狀態的時候 會變多少 是不是五減量S1 因為我本來剛開始是有五個醫療團隊 好我現在到了第一個國家 我可能留了兩個醫療團隊在這邊 那我到第二個國家 我到這邊去的時候 我剩下多少個 假設你這邊是第一個國家 第二個國家 然後那是第三個國家 黃金倫 我現在剩下多少 假設我這邊本來是五個 那我留了X1的醫療團隊 那我到這邊剩下多少 對呀 就五減X1嘛 對不對 好那 所以就是S2就是五減量X1 那S3的一樣啊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S2減掉X 那麼S2減掉X2嘛 就是說 假設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留了兩隊在這邊 那我到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剩下三隊 對 那我假設再留一隊給你 那我到這邊的時候 剩下多少 那是不是就是3 再剩下留了一隊 就變2了 X3 X3會不會等X3 對 好問題很好 就到這邊的時候 X3會不會等X3 假設我到這邊的時候 我剩下兩隊 那你覺得 我應該給X3 是X3應該給多少 全部給他嘛 所以一定是給他 我全部給他 我不會 我不會 假設我到這邊還有兩隊 我留一隊給你 那我帶一隊回聯合國告 沒醫療 對不對 沒醫療 我當然是全部都給你嘛 所以他的問題很好 X3一定會得X3 對不對 因為你到第三 你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假設我到這邊的時候 我剩下三隊好 那我三隊 我當然是全部給你啊 我幹嘛留著 對不對 我一定是全部都給你 因為我帶回去就沒有效用 對不對 是不是 了解那個意思嗎 好 我們用這個圖示來跟 就是解釋 欸 假設我在Stage N的時候 我的狀態是XN 假設我在 可能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等等 那我的狀態是XN 就是我的手邊 XN是什麼 就是我手邊還有多少醫療團隊 好 那我決定呢 留下多少個醫療團隊 在這個階段 不是我留下多少個醫療團隊給他 那我的 可以拯救的人數 就是這個嘛 PN XN 就看這邊 假設我到第一階段 我準備留一個人 一個 X1 我本來只有五個團隊 假設我留了兩個團隊在這邊 我到這邊是不是 五減掉二 就剩下三 對不對 我剩下三 我再留一個團隊給你 那是不是 就變成三減掉一 這邊到這邊就變二 他的狀態會什麼 隨著你前面那一次 你留下多少個醫療團隊 而減下去 一直減下去 那他可以被醫好的人是什麼東西 他可以被醫好的人 是不是 我在這個階段 我在N這個階段 假設我留了兩個團隊 假設我在第一階段 我留了兩隊給他 那是不是就70 再加上我到下一個階段 到下一個階段 他的最加持 他的最加持 到下一個階段 我就剩下只剩下SN 簡單一個生 就跟我們上個禮拜 講的那個 那個一馬站的問題一樣 我是不是 我都從後面往前 我的immunited cost 我的利息花費 加上我在那一站的時候 最加持 就是他的 你當下做那個決定 他的函數值是多少 所以我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決定做這樣子的決定 就是XN 在這個決定 那我的函數值 就是在這個決定 馬上我可以整理得到 因為我在這個國家 我在某個 可能在第一階段 我在我決定做 留1 那就是45 那我留2 那就是70 所以就是PN 指的是 我當下的那個決定 然後加上 我到下一個階段去 我到第二階段 比如說我到第二階段 比如說我到第二階段去 可是我在第一階段 我留了 本來五個嘛 我留了一個給他 所以這45再加上 我到第二階段 到第二階段之後 我就變成這樣 是不是剩下四個 我本來是五個嘛 五個在這邊 我留了一個給你 我到這邊是不是剩下四個 所以那 這就代表說 我到下一階段 剩下四個的時候 它的最佳值是多少 然後 一直滴回下去 那 所以它是什麼 就是 它這個最佳值的時候 它在N 階段最佳值 因為你剩下的 你帶回去沒用 就是你maximum 就是你的 你的 但是你到最後一個階段 有可能是 是0 1 2 然後一直到S3 這樣 我們 就用那個 上個禮拜 講的那個 A 表 上次我有叫各位 記得 那個表 是 你可以想一下 這個表它只在 它這個是 SN S3 假設我們從第三階段開始 好了 那 這種問題都是從 最後一個階段開始 這就代表說 我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可能的狀態是這裡嗎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我手邊可能的資源 是不是有可能是 0 1 2 3 4 5 對不對 這有疑問嗎 然後青年 可以嗎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我可能狀態 可能是1對 2對 3對 4對 5對 或者是都沒有 都有可能 那我可能的決定是什麼 我的X3是什麼 可能的決定就是 0 1 2 3 4 5 好 那我到第三個國家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假設我手邊已經沒有任何醫療團隊 狀態是0 那 那 我的函數值應該什麼 我到第三個國家已經0了 0到5 那就是0了 你可能做決定什麼 當然就是0 對不對 一定是0 對不對 好 那我在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假設我醫療團隊 我剩下一個 就是我在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 聯合國秘書長 WHO秘書長 我到了第三個國家 我現在剩下一個醫療團隊在這裡 好 那 我的決定是什麼 我有兩種決定 一種是說 我決定呢 給他0個 就是 都不給你 我把這個人帶走 把這個人帶回聯合國 那 那 他的 他的結果是什麼 那 當然就是 有多少人可以被移好 第三個國家 我不留半個給你 是不是0 對不對 另外重新 就是我留一個給你 我剩下一個 我就給你 那一個的話 你有多少人可以被移好 是不是50 對不對 那 他可能 留兩個嗎 不可能 因為我到這邊都已經只剩下一個了 我怎麼可能會留兩個 醫療團隊給你 所以後面都是不可能的 是都不可能的 所以他的 這當然就是0 那最佳的就是50 然後他的 他的 那個 最佳的X3是多少 所以留下1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有疑問嗎 好 那 另外一種情形是說 假設我到第三個國家之後 我還有兩個醫療團隊 好 我到這邊之後還有兩個醫療團隊 那我 你覺得 從剛剛那個推演到你覺得 我 我應該留幾個給你 我如果留0個給你 那你還是0 對不對 我如果留一個給你 我留一個給你是50 然後 然後 代表指命是 我現在兩個醫療團隊 我留一個給你 那我再把另外一個帶回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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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不用算了 其他一定都是 你有3個 你當然一定是留3個給他 所以 一定是80 所以 這邊一定是80 這邊一定是3 然後 這個 這個其實不用算 那 那 如果你有 你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你還剩下4個 當然就4個通通都給他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100 100 然後 這個就是 4 好 那現在5個當然也是5個就給他 所以就是 130 好 那個 我們到第二 Stage 2 來看 那我在 Stage 2 的時候 如果我的狀態是0的時候 假設我狀態是0的時候 假設我狀態是0的時候 就是說我沒有 沒有那個 已經沒有醫藥團隊了 那 當然就是什麼 我什麼也不能 當然就是還是0 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是0 沒有了 好 那我當我 當我在 到這邊的時候 到第二 到第二國家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醫療團隊 那這時候我可以選擇 楊總選擇 我可以選擇 都不給你 對 都不給你 所以都不給你的話 情況下應該是什麼意思 我到這邊的時候 剩下一個醫療團隊 我都不給你 就是說我選擇X2是0 我選擇X2都是0 那我這邊應該是多少 那我到下個階段的時候 是多少 好 假設你是 假設我現在 你在旁邊 假設他是醫療團隊 其中我只剩下一個醫療團隊 好 那我現在可以決定 我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說 我在X2的時候 我決定說 0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一個都不給你 對不對 我一個都不給你 那好 那你就跟我走 那我到這邊的時候 到第三個醫療團隊 剩下幾個 我到這一個醫療團隊 剩下幾個 一個 好 到第三階段剩下一個的時候 我到第三階段來看 第三階段剩下一個的時候 我的最佳值是多少 50 所以這邊就是 50 好 反過來 再過來 馬上再過來 好 另外一種選擇是說 我現在一個醫療團隊 對不對 好 那我選擇 就給你醫 我這一個就給你了 好 就給你 好 請回座 我就給第二個國家 我給你第二個國家的話 那第二個國家有多少人會被醫好 是不是 20 所以這話就是20 好 不可能二了 所以這就不可能 這就不可能 所以最佳值是50 然後應該 當你是1的時候 你選擇應該是0 好 那這種情形的話就是說 我剩下兩個 我現在 我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我團隊 所以我決定一個都不給你 0 一個都不給你 所以我這兩個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我會剩下多少 剩下2 剩下兩個 我的狀態是2 我還有兩個1號隊 那我決定呢 給你一個 我決定1 好 麻煩你先回座 我先給你1 對不對 我先給他1 所以 所以第二個國家有幾個人會被1號 是不是20 是不是20 對不對 是不是20 對不對 好 那來 你跟我走 到這邊 好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我是不是剩下一個 那我剩下一個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把他帶回去嗎 不會啊 等於說我到第三個國家 稍微請回座 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狀態變成1 所以1的話是什麼 最佳值是50 所以呢就是20加上50 也就是p 2 x1 x2.2 x2.1 x2.1 再加上 f 3 1 這樣 這樣 因為等於說 你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你選擇x2.1 x2.1 那選擇x2.1 就是20 再加上 你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你的狀態是1的時候 你的最佳值是多少 最佳值是50 對不對 所以 就是70 嘛 那如果說 你選擇2呢 選擇2是 我這兩個人呢 我通通都留給你了 所以就是45 那這45 再加上 我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就變沒有了 所以這45 所以這就什麼 0或1 就是70 那3的話也是一樣 那3的話就是說 我到這邊說 我狀態是3 那我選擇什麼 一個都不給你 那我選擇什麼 一個都不給你 那3的話也是一樣 一個都不給你 所以我就是多少 我就會是 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是3 所以就算80 那如果我選擇 給你一個呢 我選擇給你一個 一個的話是不是 呃 這裡 第二個國家 我選擇給你一個 是不是20 那20 然後我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會剩下多少 是不是剩下兩個 所以這20再加上 70嘛 是不是90 那3個 我現在有3個醫療團隊 我留 我留 兩個給你 對 留兩個給你的話 就是 45嘛 45 那我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 是不是剩下1 所以45 在剩下1的時候 就是 1的時候就是 50嘛 所以是95 那3號就是說 我三個都 都在第二國家用掉 所以三個都在第二國家用掉 是75 好 那4個的時候一樣 4個 假設我現在還有4個醫療團隊 我4 如果會的話 你自己做 有4個的話 我留 0個 都不給他 等於說 我到第三階段 就還有4嘛 所以4對過來 就是100 好 那4 那我如果決定 有一個給他 1的話 就是 20 對不對 然後我到那邊 的時候剩下多少 是不是剩下3 所以剩下3 就是 20加 80 所以 100 好 那4的話 我留兩個 給他 然後當然到下一階段 也是剩下兩個嘛 所以就是 兩個都是2 所以45加70 所以1 1 1 2 5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4個的話 就說 欸 我有4個 那我留 3個 在第二階段 所以3的話是 75嘛 然後再到 剩下那個是 第三階段 會剩下一個 所以1的話 就是 1的話 75加5 也有5 好 那4個你全部都 都給第二個國家 就是第二個國家 4個 所以是110 好 那如果是5個的時候呢 我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有5個 就到第二個國家時候5個 那我決定留0個給他 那就是說 這5個我全部都留到 第三個國家 所以到第三個國家 5個的時候 他最佳狀態 就是13 好 那如果留一個的話 就是 一個是20 那剩下4個全部到第三個國家 所以4到100 所以4到120 5個 5個 那我留兩個 在第二個國家 我留兩個 在第二個國家 45嘛 對不對 就是我留兩個 45 再加上 到第三個國家 剩下3個 所以3的話是 80 所以1、2、5 5的話 那我留三個 在第二個國家 所以我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我留三個 給他 所以是75 那我到第三個國家的時候 就會剩下兩個 75 再加兩個 是 70 145 那 4的話 就是 5個醫藥團隊 我留四個給第二個國家 留四個給第二個國家 所以是110 那我剩下一個就是 50 剩下一個 留到第三個國家 所以就是110 再加50 那 這個是說 5個都留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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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一開始 一定是5個嘛 一開始的狀態是5個 那5個就是 我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我留0個給你 留0個給你 當然這邊就是0 那我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一定剩下5個嘛 那第二個國家 當我狀態是5的時候 我最加值是多少 是160 那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國家我有5個 那我留一個給 第一個國家 所以留一個給他 給他 所以是45 所以是45 是45 好 我留一個給他 那我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我加上4個 4個 那到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狀態是4的時候呢 它的最加值是多少 125 對不對 所以就是再加上125 所以是1 70 然後到第三個 到這邊的時候 剩下3嘛 對不對 那3的最加值是多少 95 所以這加上95 所以165 然後5呢 我留3個 所以3的話就是90 3是90嘛 那我到第二國家會這樣 剩下兩個 那2的最加值是多少 2的最加值是多少 2的最加值是多少 那5個 那4的話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留4個 給第一個國家 所以留4個的話 是105 加上 那我到第二國家的時候 我只剩下一個 一二床 對吧 1的最加值 就1的最加值 看一下 1的最加值是50嘛 好 那5個 我全部都留給第一個國家 所以那就是120 那這裡面 值最高是多少 就是170 然後x1是多少 1 所以那最後的 最後的 最加值是什麼 你看我們最加值 那我們最加值 我們再從前面開始推啦 我剛開始只有5個 那我決定x1給他1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 這邊第一個國家 這邊第二個國家 這邊第三個國家 我剛開始只有5個嘛 所以我決定x1哪1 所以x1是哪1 好 那我到第二國家 剩下多少 是不是剩下4個 所以我在第二國家 4的時候是多少 就是這裡 4的話我應該怎麼 最加選擇是3 所以我這邊到第二國家 我應該是留3個給他 那我到5個 這邊留了1個 這邊留了3個 那到第三國家這樣多少 只剩下1個 所以答案就是1 答案就是 x1 x1等於1 x2等於3 x3等於1 可以這樣 這... 最加緊張 謝謝 地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